章话有一间百年老店的控把本 祖传四代的控把是邓永诚一家人用心守护的古早味 他选用口感Q弹的脚裤肉来做控把 比起了北部长径的三层肉更加费工 他加入祖传的秘方慢卤四个小时 卤出来的皮Q弹有胶质 而瘦肉的部分也不干柴也不油腻入口即化 让人忍不住要多爬好几碗饭 另外他们也遵循了祖传的古法 手工自制了鸡卷跟肉丸 并且用大股蛤蜊来炼汤 汤头尝来格外的鲜甜 百能传承的好味道除了拥有死中的在地人知识之外 也吸引了许多的旅客专程到彰化来品尝 一托多和四个咖喱elt 一个咖喱来盖 你只用毅爾ommt My dealer上 levant 390块 软软的 有嚼勁 会QQ的 还会呆呆呆 吃到Q 軟質很多 所以吃到我觉得很好吃 就一直咬下去 сто克豆 滷的有那个很滤味 皮又很Q 彈牙 酒吧 控肉崩 讚 彰化人的特色就是 早餐 午餐 晚餐 要吃控肉崩 甚至點心宵夜的選擇 也都還是控肉崩 像這家傳承四代 超過百年的老店 雖然下午四點才營業 但還沒有到開店的時間 已經有許多饕客 早就迫不及待 晚上的時候經過 看到人超級多的 那時候看到就真的我想吃吃看 感覺就是很好吃 對 要早一點來喔 才疼會有位置 晚上來應該就是整外帶 對 現在太早來了 所以就孤狂了 對 怎麼那麼早就來了 因為太好吃了 在這邊當專長 我就是最愛吃這間 只有這間我最愛吃的 肉騰騰的白飯淋上一點滷汁 搭配一塊肥瘦適中的控碼 簡單不過的古早餐 對在地人來說 有著致命的吸引力 也是從小吃到大的好味道 我們吃三四十年的 三四十年 這麼久 對啊 因為它的控肉很香 又很Q 很彈牙 所以一個星期都來三四次啊 入口即化肥而不膩 尤其是瘦的地方呢 吃起來不會乾乾彩彩的 非常的彈牙 我從小吃到大 已經吃了四五十年了 迷人的烤肉飯 光用看的就讓人口水直流 好吃的關鍵 從肉的挑選就很重要 來 再來飯 對 這是厚咖 厚咖 我們這炊 我們這炊 炊口肉 很炊 很炊 一般人都做什麼 比較好是中央 中央人會比較肥 這個骨子 這是電湯 大骨子 有的人 以前有的人都做 骨子粉 什麼粉 我都沒用了 鄧永成堅持每天都要親自到市場 挑選新鮮現在的溫體豬肉 五十多年如一日 不曾偷懶 我們買的東西就是這樣 不是說爽 爽 爽 平時要顧好就對了 他在做的 我真有心中 很炊很炊 我都很炊 你給我看 都很炊的東西 我在民國五十年 爲的頭也是說 一九十年 到我做小孩的時候 他的腹部 腹部有夠的皮 有的配合後會煮好 皮切菜 要穿那個腹部 配合後會煮好 你知道有腹部 沒有皮也不行 有皮 沒有腹部也不行 互相配合後會煮好 有別於一般 是用五花肉來做焢肉 鄧永成選用膠質豐厚的 腿褲肉滷製 這樣吃起來更有口感 但前製作業也相對的 比較費工 就是要切整齊 要切 這樣切整齊 切整齊 我知道了 就是如果沒有切好 它很脆 沒有切的話 脆肉比較不夠重 的話 你又要骨的話 就比較不好看 切整齊的話 這樣 二兩二 二兩二的分量 就剛剛好 大小形狀要怎麼抓 都需要經驗的判斷 為了怕骨肉分離 還要用牙籤串肉來固定 因為我骨串的話 因為肉這樣是鬆鬆的 如果把它串起來的話 比較會就串 就固定這個起來 然後有的時候就會開了 那需要練嗎 這個要練啊 因為那時候 我剛開始接觸的時候 也是看我爸看了一個多月 然後練習了也滿久的 才那麼久練 看起來很簡單啊 因為你看 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你真的要下刀的話 因為有時候 剛開始的人會抖 拿刀子的手會抖 拿刀子的手會抖 對 因為他... 一抽一還特久 不是...他因為他怕 他說這一刀下去 有沒有對準或是 有沒有重量都不夠 兒子有沒有切得好 有 可以了 可以了 不經短 吐槍 看到兒子鄧志玲願意回家幫忙 鄧永成感到很欣慰 因為這是家傳守護的古早味 小的時候鄧永成就跟著父親 在南門市場太平街夜市擺攤 婚後太太鄧林蘇跟著一起拚經濟 即使生病了也苦撐 為的就是一家七口能夠溫飽 以前就辛苦了耶 那做倒水喔 做風台 那倒水淹到腳... 淹到腳... 踩到腳... 那時候用打三輪車 載營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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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營 那當時... 喔... 菜而已這樣滴不浮浪湯 那當時很辛苦喔 很辛苦喔 很辛苦 小時候小時候 那時候就很辛苦 破壁還割四十八年 沒面子啦 沒面子啦 小時候大便啦 還有工作要做 做關係就好了啦 不要太辛苦啦 想說要養一頓小孩 我們就要拚經濟了 要拚這個小孩才能吃飯 才能生什麼 不然要怎麼樣 比較辛苦是剛好我在當兵的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當兵他不在家裡 然後我媽那時候我爸身體不好 因為那時候什麼高血液糖尿病 他還在治療 我媽的話那時候又剛好什麼 腳狀腺的問題 滿嚴重的 所以那時候 那兩個人支撐得滿辛苦的 一般人家滷空肉的話 是從頭 滷到好 他都會用小火去滷的 可是我們的話不太一樣 我們是先大火滾過之後 再把關火 讓它悶 悶到我們的 開店的時間到快到時候 我們再把它滾一下 像這樣子的話 它肉的話就比較Q一點 鏡頭前大方分享 烤肉皮Q肉軟不甘色的配布 除了蔥跟醬油之外 鄭永成還難得的透露 一百多年前流傳下來的祖傳秘方 這給它硬碑啦 硬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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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碑很燙 它就要烤肉才會好吃 我們南宮的時候 我們老婆的時候 都做Q的 我叫我們南宮 我們老婆的方法去做Q的 我跟郭哥來研究說 剛才差不多多久的時間烤起來 還說烤到那個肉就會Q起來 在北京北京吃的肉 那肉湯不會過這個... 不會過這個水燉 我們家的肉湯 會吹吹人的燃燃 手燃燃燃 靠著真材實料和祖傳的好滋味 口耳相傳 漸漸的也做出口碑 但一場無名大火 卻讓他們心血複製一句 在做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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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 我整個地方燒熱 燒熱 人家別人給我 人家別人給我 就沒了 跟那些東西 收拾還沒收拾 這一場意外並沒有打倒他們 鄧永成租下新店面 重新開始 除了控把 滷到軟嫩的豬腳 也是店內人氣招牌 這後腿的 這東西又下去就 減少兩塊錢 減少二十塊錢 十塊錢 要把它固定一下 有這個毛 我們這個就要把它撞掉 這個在我自己的時代 就讓我內背時加卡卡 吃這檔吃要40年喔 以前我也住在附近這裡而已 它這個吃起來感覺 有古早味的味道 它的肉是Q彈的 跟我們南部的烤肉飯不一樣 太香了 又Q 膠質又很多 吃起來它嘴邊都會黏黏的 肥而不膩 而且它那個膠質是很夠的 就是你吃起來不會怕怕的 然後整個味道是很入味 我覺得很好吃 除此之外 鄧永成還遵循祖傳古法 手工自製雞卷 這也是彰化在地人 從小吃到大的美味 這就是豬點豬裡面的香蕉 喝醬汁 雞腔 就是都用豆皮 做一根一根豆皮 雞腔都是用這個香蕉做的 雞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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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雞腔 做一根豆皮 做一根豆皮 最大的小孩 就是要當家裡做 人家說 買萬間 他也不買 雞腔 雞腔的人 對著吃 都有吃 百年傳承的好滋味 雖然歷經水火無情的洗禮 但只要堅持 終究會隨著時間 越沉越香 reward 你 做一根豆皮